风云是香港漫画大师马荣成和丹青创作的玄幻漫画小说连在了24年 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电影 从今天起小艾就开始给大家讲讲风云的故事 当今武林半数已被天下会统治 众多小门派想要反抗都遭到了天下会的毒手 在天下会城楼上帮助熊霸正在和尼菩萨谈话 尼菩萨把批算交给熊霸 上面写着两句诗 熊霸不解便请尼菩萨解释一番 尼菩萨说道风云无象即便我通晓玄机 也算不清天上风云之反复 熊霸还想追问 尼菩萨只说道实际未到一切随缘 此时霍家庄内传来一阵厮杀 几名家丁已经倒在地上 杀手蝙蝠正在和庄主霍不天对战 旁边一个小孩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蝙蝠大喊霍不天你敢违抗帮主的招揽杀 话音刚落 蝙蝠使出烈焰刀法 霍不天躲闪不及中了招 倒下的一瞬间嘴里喊着快走 随后就哭通一声栽倒在地 蝙蝠杀了霍家72口十分得意 霍家已被满门抄斩 杀手们准备离开 可刚要离开 练双怪的老二 余光去看到了墙角的小孩 老二想要斩草除根 蝙蝠说道 小孩都没有哭 应该不是霍家之人 老二一时大意 就想转身离开 小孩捡起地上的宝剑 一个剑步冲上去 手起刀落刺进了老二的胸膛 老二一声惨叫 命丧此地 蝙蝠冲过来一个飞梯 踹飞了小孩 小孩重重地摔在石狮上 石狮子也被击得粉碎 蝙蝠提刀 砍向小孩 想要为兄弟报仇 只听嗖的一声 一枚暗器 打在蝙蝠的手腕上 刀掉在了地上 一个身影缓缓走来 在烟雾中 依稀能看出这是一名男子 他身材高大魁梧 旁边还跟着一个小孩 男子正是吴明 他身旁的小孩名叫剑辰 样貌十分机灵可爱 蝙蝠只感到身边 一阵风吹过 身体却已经无法动弹 等他反应过来时 剑辰抱着小孩 已经和吴明离开了这里 只留下蝙蝠猜测 这是何方高人 几天后 小孩惊醒过来 剑辰赶忙去叫师父 吴明慢慢走进来 一身正气 犹如天神下凡 吴明看小孩这么快醒来 断定小孩替一哥非凡 剑辰递来一碗汤药 小孩接过来 一口喝下 喝完药小孩说道 霍金爵谢谢叔叔救命之恩 剑辰一看乐乐问道 你不是哑巴 当日为何不哭 小孩说 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从这之后 霍金爵就留在此地疗伤 一天一晚 金爵被屋外的声音吵醒 他站在板凳上 脱过窗户向外望去 发现吴明在教剑辰剑法 其实金爵的伤早已痊愈 之所以不离开此地 就是为了每晚偷学武功 这天 剑辰无法领悟 悲痛莫名仪式窍门 累得跪倒在地 金爵拿着一根竹竿 缓缓走了出来 他竖起竹竿摆出手势 想请吴明赐教 吴明派剑辰与他比试 金爵抢先一步 使出祸家剑法 剑辰看着金爵 淡定自若 只用一招 就击落了金爵手中的竹竿 金爵不服 再次跳起来 拿起竹竿进攻 吴明在一旁看出 金爵出手狠毒 而剑辰只手不攻 宅心仁厚 金爵咄咄逼人 越战越勇 剑辰再不还手 就要败下阵来 他怕愧对师父的栽培 便把剑往地上一扔 使出一招 莫名其妙 剑在地上转了一圈 弹了起来 正好击中金爵的手腕 剑辰接住剑 一拳打飞了金爵 本以为胜负已分 没想到金爵大喊一声 我还有绝招 随后便跳起来 踢飞了木桶 木桶撞在剑辰头上 剑辰还没反应过来 金爵就使出了 悲痛莫名 只见金爵腾空而起 拿起竹竿 直披剑辰的脑袋 金爵一时慌了 被动直下抵挡 结果反被 悲痛莫名压制 无法动弹 随后只听嗖的一声 剑辰宝剑脱手 飞向吴明 吴明淡定自若 毫不躲闪 他更为金爵的 练武天赋而震惊 同时他也发现 金爵的剑法中 透出一股魔性 剑飞到吴明身边 被他飘逸的头发打弯 剑掉在了地上 金爵也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叔叔 武功盖世 请收金爵为徒 吴明沉默两久 却一言不发 金爵以为 吴明不愿收自己为徒 连忙磕头 等他再次抬起头 却发现 吴明已经转身进屋了 剑辰安慰他说道 师父没有拒绝 就暗示 他会认真考虑的 第二天清晨 剑辰在练剑 吴明就喊金爵观看 傍晚 夕阳西下 金爵因为吴明 没答应收自己 为徒闷闷不乐 不知不觉走进深山 却听到一阵狼叫 原来在不远处 一群狼围攻了一只母鹿 恶狼凶狠 母鹿很难招架 突然 一把刀飞来 刺中恶狼的脖子 恶狼应声倒地 金爵走了过来 群狼看队友被杀 纷纷围住了金爵 金爵大喊一声 一跃而起 拔刀 击上了一匹狼 群狼看到这个场景 拳兜下的浑身打颤 一流烟全跑了 母鹿握倒在地 无法起身 两只小鹿 在给母亲舔伤口 金爵猛地拔出断刀 大喊一声 斩断了母鹿的脖子 两只小鹿 吓得浑身发抖 金爵对着小鹿说道 你娘活不成了 她不死只会更痛苦 远处 吴明看着这一切 叹了口气 晚上回到家中 吴明告诉金爵 明天要带她去见 不须大师 金爵大惊 吴明继续说道 孩子 恐怕我不适合 当你的师父 金爵哼了一声 赌气离开了这里 一晚 金爵躺在床上 放来覆去睡不着 突然 金爵起身下床 他打开窝门 冲了出去 嘴里还嘟囔着 我不需要你们可怜 剑尘发现 金爵离开 前来阻拦 没想到 金爵伸出双指 进攻剑尘 剑尘连忙躲开 剑尘想要劝金爵留下 金爵心意已决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金爵低着头 一步步走向前 却被一群人拦住 这群人看金爵可疑 就拦住了他 问他叫什么 金爵淡定地说道 我叫布金云